Hello 目前复习的是WORD201374 看一下 表格公式计算的方法 除了重要技巧 概念题 也是进切题 书上很常用的 但是一般计算都是在一次 那此则是在WORD 该怎么样去运用 试看一下它的差异性 刚才已经大略做过复习 现在是这个范例 目前这款范例 是WORD2013 的三个 总分以及 最底下 等下也要 书操作它的一个平均 首先 先来计算总分 点赞一下游标 然后在上面 相关供应列表格工具版面 点赞一下 在最右侧有一个FX 资料上面有一个FX 公式点赞一下 呈现一个公式的方框 好 等于上 刮虎LEFT 就是左边的意思 方向左边 看一下 左边 的一个总分 按确定 这些252代表成功 设定完成 来一下 记得咱注C 然后呢 点选範围 圆到7 按 右键 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抽出 記得点选这个贴上的时候 按一下 你点到A2 点到刷子 这个地方保持来源格式设定 好 点一下 好 看一下都是呈现252 没错 然后直冲对写 好 接着按右键 最后一个步骤 看一下 2010这边没有一个更新的 那没关系 按一下 嗯 键盘 F9 代表更新的意思 OK 看一下 好 成功设定 更新完成 那 那 因为Word跟Esset有一些差异性 所以计算的时候 有些流程了 特别留意下 好 现在再来 第二个部分是Average 就是平均 看一下 刚才已经带了副写 看这C 我先把他的英文字母先 布置贴上号 游标一样点在这边 接着按照原来路键 在上面表格工具 版面配置 相关公司 这边有一个Fx 点一下 好 这边呢 呈现一个预设的一个 加总 那把上改成Average Average Hentrify 好 一般是要手动打上 那因为时间外线 我用复制贴上 Averhe 然后呢 这边 看一下 刮虎 自动呈现Avov 也就是上方 就是这个格子的上方 好 一个方向 确定 好 76.14 代表成功设定完成 好 那再一样 C C 然后再这个 取冲格 等一下 好 记得不要按Cntrify 而是按右键 然后再一下 贴上这个地方 好 第三个 保持来源是 格式设定 点一下 好 再点一下相关功能力 版面配置之中 对齐 OK 好 然后呢 最后一个步骤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Ave9 更新 完成 OK 好 把画面拉到来 看一下 好 步骤 这样想起来挺多的 因为在一次的会很快 就是 只要一个格子出来 然后往下拉就可以 那在握的 会比较 稍微流程多了一些 所以要特别留一下 在自行复习 它的一个流程 点选它之后 然后呢 在上面相关功能力 表格工具版面配置 最右侧资料上面 一个Fx公式 点按一下 好 这边呈现的是一个 预设的加总的一个公式 输入 然后呢 如果是总和这边就不用变 就按确定 那如果是平均就 就手动打上Average 即可 然后就按确定 然后在物质贴上 贴上的时候 记得按 不要按错 而是按第三个 这个保持 来预言格式设定 然后呢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手动 在键盘打上 按一下F9 即可设定成功 OK 以上 大家不喜欢B 是我的201374 表格公式计算 的书操作 OK 待会也会再来加强复习一下 它的一个公式 函数的一个片子 OK 好 再续 好 OK 然后也会再来加强复习一下 然后也会再来加强复习一下 好 太好了 太好了